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套餐 你也可以把它有的虽然定义上有点不一样 就是一个搭售的行为 也就是说两件商品我组合起来的价格 会比我单独购买要来的便宜 这种策略我们就称为商品组合定价策略 好 有什么样的商品组合 我相信大家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接触到的 我们刚谈的汉堡 薯条 手机之外 还有像手机加门号 当然这里头牵涉的问题可能比较多 有可能存在所谓的交叉补贴 那但是基本上你会发现 当厂商推出一个门号加手机 这样子的商品组合定价的时候 都要比我单独去买一只手机 或者是我单独去申请一个门号 要便宜许多 还有这里有刮胡刀跟刀片 我相信很多男士甚至会觉得 刮胡刀本身的价格 还比我单独去买刀片要便宜许多 所以这商品也很常常见到 这种所谓的商品组合定价 最后一种就是印表机跟碳粉夹 一开始你去买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 两种商品你一起购买的时候 会比你单独去买要便宜很多 所以厂商也会针对这两个商品 有一个组合的价格 这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材货 除了汉堡、薯条、可乐之外 其实剩下的商品 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互补性 也就是说互补财 其实对于厂商来讲 所谓的商品组合定价是最常看到的 当然汉堡、薯条还有可乐 你也可以说它有某种程度的互补性 但是它的互补强度没有这么强 那是不是只有互补品才有所谓的商品组合定价 事实上不见得 我们用一个例子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那商品组合定价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则 好,这里我用了一个例子 就是有两位学生他对于补习班在推出课程时候的怨妇价格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好,这次有两个学生 一个叫做小辅 一个叫小萱 他们对于经济学还有统计学的愿意支付价格 好,如果补习班他今天是希望这两名同学都可以来我补习班上课的话 他可以有什么样的定价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要采取所谓的单一定价 这里你会发现 小辅对于经济学 他的怨妇价格是2000 小萱是1300 所以我如果定价定到2000块钱 小萱就不会来补 所以这个时候我的价格如果是定1300的话 很明显你就发现 经济学这个科目 小萱、小辅都会来上课 所以同样的逻辑 统计学我不可能定价定到2500 所以我会定价到1000块钱 所以他们两个也都会来上课 所以如果我把价格定 经济学是1300 统计学是1000 这个时候我整个课程按照单一定价 我能够的收益就是4600块钱 好 我现在如果想要做一个所谓的商品组合价格 也就是说两个科目绑在一起 然后有一个单一的定价 那我应该怎么做 我们先把两个人的孕妇价格加在一起 好 所以这边很明显的 小辅他两科的孕妇价格就是3000块 小萱就是3800块钱 所以按照刚刚同样的逻辑 如果这两个科目 我都希望两名学生都要来上课的话 我不可能把价格定在3800块钱 我也是定在3000块 所以3000块钱两个人都来上课 这就是我的商品组合定价 所以3000乘上二是6000块钱 好 很明显的 我们发现这里的商品组合定价 也就是我放一个套餐的价格 好 这个套餐就是统计学加经济学3000块钱 会比我去单一定价要来的收益更好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例子 好 这边一样 还好 同样的是这两个人 对于不同的商品他们的定价 我们现在放在这边 小辅经济学是2000 统计学是1000 小萱的话对于经济学是愿意付价格是2500 对于统计学是1300 如果是单一定价 按照我们刚刚看到的 我会用经济学比较低的这个价格2000块 乘上两个科目 统计学比较低的1000块钱的两个科目 所以单一定价是6000块钱 我再把这两个科目的他们各自的愿妇价格加起来 好 我同样的定了一个叫做商品组合定价 其实你会发现仍然是6000块钱 问题出在哪里 或是他差异出在哪里 我们把刚刚的例子放在一起 让大家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小萱在第一个例子里面的时候 他的愿妇价格 经济学愿妇价格是1300 统计学的愿妇价格是2500 下面第二个例子刚好是倒过来 也就是对于经济学的愿妇价格是2500 统计学的愿妇价格是1300 这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 第一个例子里面的时候 不管是小萱还是小府 他们对于统计学还有经济学的愿妇价格 其实方向是不一样的 换句话讲 小府他对于经济学愿妇价格比较高 但是小萱他对于统计学的愿妇价格比较高 第二个例子不管是小萱还是小府 他们对于这两个科目的愿妇价格的方向是一样的 也就是他们对于经济学的愿妇价格都比统计学来得高 好 所以一个商品组合定价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有没有效果 就看消费者对于商品的偏好排序 如果差异越大的话 那这个时候商品组合定价的效果就会越好 如果他们的方向是一致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商品组合定价就会被打折扣 也就是说他不见得会比单一定价来得好 好 那我们就想想看 我们刚才看到有很多的商品 为什么是所谓的互补品 它会有比较多的商品组合定价 其实就在于这些商品消费者对于他们的偏好 其实有的人可能比较偏重于A 有的人缺少了B 所以他们对于他的怨妇价格方向是不一致的 好 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商品组合定价 所以事实上很多厂商也都抓住了消费者对于商品组合价格的 会比较便宜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 好 所以有当然商品组合定价会比单一定价相加还要便宜的现象 这是大部分 是不是有一些情形是商家利用了消费者 预期有这样子的心态 而制造出来完全没有比较划算的商品组合价格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影片 那也请大家想想下面的问题 通常我们去餐厅里面吃饭点套餐 它会比单点要来的便宜 而这位民众说呢 他去一家知名的泰国菜的这个连锁餐餐厅吃饭 店员跟他推荐套餐 但他仔细一算呢 套餐的价格跟你单点一模一样 店员推荐的两人三人套餐 就有民众发现根本完全没有优惠 三人套餐也是五道菜三份白饭 以前605元 家中价格也一模一样 原来套餐根本没有优惠